我们谈到以色列晚报 今天我们要更新的消息 第一个就是女人质的获释 女人质的获释是一对无女 她们是美国籍之余 亦属于以色列裔 获释当然是一个善意的获释 来自哈马仙 一个善意的获释 会不会说到未来人质方面 可以谈论 要公道进去 然后才可以谈论 还是现在提早 知道你打进来 提早释放人质 然后开放谈话的窗口 究竟哈马仙有没有政治智慧去做 另外我们会谈谈均援 不是均援 联合国的救援物资 便到了 20卡车进去 情况又如何呢 我们也看到埃及这边 立场很硬正 一定不会被巴勒斯坦人进入埃及 即是巴勒斯坦人 其实现在仍然要面临着 在那个人质危机里面 若旦河那边西岸 也不可能去接制 唯一 老实要接收 都真的只有埃及人 而埃及总统赛西仍然强调 埃及会尽帮 不过不包括接收巴勒斯坦乃文 都是我们不能怪埃及的 他不愿意接收难民 当然就是一个难贪子 即是你说要 未来还有多少难民要接收 是很难计算得清楚的 所以我们观察 这是其中一个点 另外大家很关心东正教的教堂 对不对 即是被攻击的情况 那是谁呢 即是又要计算了 又是否又进入以色列数呢 对不对 这个就更加少证据 现在放出来的 医院之前 就真的有大量的数据 即是我们看到一些照片等等 可以与大家做个分析 都还可以做得到的情况 好 所以今天也有这些消息 即是跟大家说 另外就是 美国也很可能 会向以色列提供更多的铁供系统 帮助他们做防御 即是好像当时 乌克兰的那个防御系统 就更多去帮助他们的情况 差不多 所以我们等一下也会 讨论一下这个铁供系统的交付 帮助他们的帮助 当然也帮助他们的帮助 可以和大家说一下 好 看看网友 军情的变化莫测 是 好 心想真的不知道 巴勒斯坦的大外宣那么厉害 本土英国人都相信 哦 OK 大家都在信什么 那些难民的问题 大家都在这个位置 是 问一下什么时候会做到福克兰战争后续 看到你们说得 很有趣 哈哈 会的 我会找回Anson Hing 叫他准备 Anson Hing 准备了福克兰战争 他会说回 大家给点时间 Anson Hing Making Lo,你好 邪恶俗心 Dazman,你好 Yung Sintech,你好 Saw pictures It actually not the church But the building next to church was bombed 很多这些 因为很难 fact check到 现在那个位置没有什么人说 不多想 哈马斯离开加沙 法塔克接管 都很难 现在是以色列 之后谁进去很难说 哈马斯 我觉得一个领导层 会离开加沙 是 Chimera,你好 以巴恩怨士 咦,我有说过要做吗 哈哈 我有说过吗 OK 好 Nary,以色列用 铁速极光武器 $116美金 $116美金 不用 不用 $116美金 不用 $3.5而已 不用 不用那么贵 不过 不可以的 应该 要弄一下 不可以的 是,KYC你好 好,那我们就开始了 好吗 即是这个以色列晚间战报 是 是 先转回相片给大家 好 转一转 先 跟着又回来 是 是 是 转了吗 看看 应该可以了 好,可以了 好,可以了 好,大家好 欢迎回来 第十五 以色列晚间战报 今天是2023年10月22日 好,说起今天 说起以色列这边 其中一个消息 就是说到有两位人治 都是属于美国籍的人治 之前被扣留在加沙地大 现在哈马斯宣布 会释放这两位人治 他们都是美国公民 同时 他们也是来自以色列裔的人 所以 今次 哈马斯 预先释放了两位美国人治 是否 第一 是一个公关的手段 另外 是否也迫使以色列来 是否攻击加沙的压力 又会增加 这是我们会观察的一件事 究竟会否改变了以色列攻入加沙的时间表 Anyway 说到今次这两位人治 都是之前 就是我们说 哈马斯10月7日 开始攻击以色列不同的城市城镇、乡镇 然后就老劫了不少人治 今次这两位 一位我们叫做朱迪斯 还有一个女儿Nathalie 他们当时是基布支 我们说过这个古佬的城镇 当时他们探望他们的家人 他们本身来自伊利洛州 Ellinois 里面的Chicago 芝加哥那边的地方 他们就是以色列裔 但他们就是美国人 所以他们回乡一下探亲 遇上了今次不幸的事件 今次相信他们也算是一个奇迹 竟然会有两个美国人获释 但是又这么说 今次他们的滑船 中间也有外国势力的身影 包括卡塔尔 卡塔尔中间有一个滑船 看看如何促成今次这两母女的释放 我们也看到卡塔尔的外交部发言人 表示卡塔尔会继续跟以色列和哈马斯的对话 争取更多平民的人质获释 大家有没有发觉 今次我们说到卡塔尔 其实在战争上 其实是可以这样说 是跟哈马斯 今次是有一个很深的联系 主要我们相信 卡塔尔一直都被人救病 就是他们支持一些恐怖主义的活动 赞助了不少一些恐怖主义的形式 就出来的 这个我相信都已经是很多 其他渠道 我们知道就是卡塔尔 例如是半岛电视台 其中一个 就是他们跟 好像一个现代化 就是我们说跟西方的情况 等等 这些情况 卡塔尔亦都在阿拉伯联盟里面 被认为一个反骨仔 就是我们说 就跟阿拉伯联盟 就是沙特阿拉伯 阿联游等等 是非常之不friend 得来 仍然是受敌 所以大家发现 两三年前左右 卡塔尔试过 可能再早点 卡塔尔试过他们的领空领海 差不多被人封锁 令到他们出不了 主要原因是他们身边 全部都是阿拉伯联盟的国家 当时几乎没有路走 阿拉伯联盟给他下马威 卡塔尔当时有伊朗、土耳其等等的支持 及后他透过买战机 包括买台风、震风战机 得到欧洲国家 起码是否可以做到更多滑船 最后阿拉伯联盟 在几个月之后 宣布取消了空防、海防的压力 卡塔尔才正常回来 卡塔尔在阿拉伯世界来说 他的关係比较特别 因为他算是不同意拼入阿联游的地方 一直都被视为是一个反骨仔 二五仔背叛 反而和伊朗和土耳其的关係 走得比较近 三个游战则摆平三种东西 第一个就是以色列 就是他们的盟友 第二个是阿拉伯 就是要拉伦的对象 而卡塔尔也正正就是英国 我们俗称叫做混合得到 因为卡塔尔也卖了很多英国的武器 所以台风战机其中一个 所以卡塔尔和英国关係很好 一直都非常良好 有没有基地还可以开放给英国使用 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卡塔尔的关係和美国都不会差 始终美国是很强大的存在 亦是美国基地的位置 卡塔尔今次 是不是就是他作为中间人 发挥最好的角色之一 亦都能够在阿拉伯这个 这么复杂的地缘政治里面 虽然他是一个小国 但也能够发挥到他们灵活的身影 这亦是一件事 卡塔尔也有公器在欧洲这边的情况 所以卡塔尔今次 都叫做適时去把自己的国家的实力 展现出来 但是他和哈马斯的关係 是有些朴素迷来的 是不是资助这些恐怖分子呢 所以为什么他们会这么听话 但是英国也鼓励卡塔尔 就是发挥他们的影响力 但是当然其他国家 你说美国等等 他们会观察的 就是会就着 究竟他去发挥这个影响力的时候 会不会背后有些其他阴谋 等等这些情况 当我们都落于观 看得到就是如果 卡塔尔他们是有成果的 那也是一件好事 而拜登总统也有和这两位美国人对话 也就是美国的支持他们的情况 Anyway 现在的问题 人质释放 但是始终都 看哈马斯现在在搞到局面上 大家都估计哈马斯也是想把中东和平进程打垮 包括以色列、沙特拉伯和背后的美国 在正常化里面 受过今次哈马斯的攻击 你不能说破碎 但起码现在就延后了很多 甚至乎以色列 然后向加沙进军 将整个中东进程 当然会更加麻烦 所以现在突然间 我们说哈马斯释放人质 释放的这个善意 会不会令到国际社会 对哈马斯改冠 起码觉得原来他也有数据 或者是觉得 都是一个比较文明的做法 那会不会就是以色列做得太过分呢 是吧 导致到反而无计谈 是因为以色列太过挖泪脏 亦都太过是集中于 是要做一个报复的手段 所以就搞到是没有弯转 最后就加沙那里 200万的人民拿他们开刀 那这个呢 我相信这个message 现在是已经深深落印了很多 你说左倾主义也好 或者很多就是外国 一些的人道主义者的立场 这个当然会对以色列 而接下来攻击加沙地带 是会更加之不利的 那究竟呢 现在有没有办法呢 就是我们说 例如看到卡塔尔已经可以 和哈马斯脱得联系 然后又可以释放更加多 这些人质 那会不会最后都令到哈马斯 成功可以释放到一定数量的人质 然后又争取到谈判的筹码 谈判的筹码之后 又会再迫令到以色列 他们的回旋空间更加之小 那这个也是另一个问题 我们也说过 那些人质呢 其实都会给压力以色列政府的 这也是一个挺tricky的位置 就是以色列 他一方面要去救人质 但是又要考虑人质的安全 所以呢 这也是家属之间 向以色列政府的施压 当然如果站在家属的角度 当然就不想以色列硬碰硬 令到他们的子女 父母母亲人 就会有个安全的考虑 很危险 如果你可以和哈马斯有协议 当然是最好的 最好的 甚至卡塔尔也展现了他们的影响力 也有警告哈马斯 如果绑架的平民受到伤害 卡塔尔会立即撤断 对加沙地带的援助 究竟有没有这样的可能性呢 我们会观察哈马斯 但现在仍然没有实质 人质的会谈 即是哈马斯安排 例如可能是国际红月会 因为很难叫国际红十字会 他们叫国际红月会 会进去 起码叫做 看一些人质 看一些人质是安全的 没有即时的风险 生活上也是可以照顾得到的 先确认了 确认了之后 大家就有一个中立的地点 然后进行谈判 如果做得到 我相信 都会对危机会解缓一点 但当然我们也说过 究竟各国的政府 是否还会等 还有没有耐性去等 还有信不信得过哈马斯 这些 我们俗称恐怖主义分子 你和恐怖主义分子谈判 其实是否都违反了一贯 不同的恐怖分子 不同的道策 谈判的原则 即与虎谋疲 有没有用的呢 甚至乎 接下来的加沙的停火协议 是否会达成的呢 又或者以色列 接下来会不会 容许 加沙地带居民 回到他们的家园 甚至乎 再跟他们做供水供电 这些东西 当然这里就已经是一个 比较大的图片 所以现在释放了两个人质之后 其实都很明显的压力 就落了以色列身上 令到他和哈马斯 是否需要再进行一个谈判 押后了他攻击加沙地带 令到哈马斯 是否真的可以有喘息的空间 甚至乎逃过一劫 另外哈马斯 他们亦都会和埃及 卡塔尔这些国家 就应该会商量 放多些人质 然后再拿多些筹码 即是拿多些筹码 包括换取以色列不大肆 进攻加沙 即是可能 我们说过 他进攻加沙 可以有大中小三个规模 可能压缩到小或者中 起码令到哈马斯 保留到部分 即是他们的情况 但当然我们也说过 以色列今次都很肯定 一定要完全消灭恐怖分子 他们也将他们的计划分成三个阶段 接下来会进行第一阶段 第一阶段会打击 消灭 所有的哈马斯恐怖分子 以及他们的基础设施 第二阶段 就跟随哈马斯所有关系 包括他们的特工 完成之后 第三阶段 以色列就会完全撤出加沙地大 不再理你了 这就是以色列之前强调的三阶段 针对加沙地区的情况 这也是一个很清晰的表达手法 告诉大家 以色列就不会寄远加沙地大 不过明显就是我们要消除 一些对我们民族 人民的危险因素的情况 另外之前也有个说法 在加沙有造的教堂 遭到攻击 附近有几百人在 造一个避难 攻击这方面 究竟情况如何 现在仍然有些混乱 有些报纸说是以色列军方承认 有些没有说过 究竟这个情况如何 我想 说到圣波菲利乌斯的 东正教教堂 这个就要之后再跟大家 去做多一点点 fact checking的事情 现在这些消息 其实都相当混乱 这个是不是属于以色列的情况去做呢 之后我们做了一定的fact checking之后 再跟大家去交代多一点点 提供的讨论 这个事情 感谢观看